接著我們要上課一下PH值 我們說純水也會解離 但是它是一個極弱的電解值 它會解離出氫離子跟氫氧根 因為是很多的電解值 所以只有很少的離子 所以它很不容易導電 所以我們平常就告訴你說 純水不導電 我們現在說純水不導電 它很不容易導電 非常不容易導電 但是重點是它會解離出氫離子跟氫氧根 這個方法就是這樣子 水會解離出氫離子跟氫氧根 叫做水的解離方程式 水解離出氫離子跟氫氧根 叫做水的解離方程式 純水會解離出氫離子跟氫氧根 但解離程度很小 所以很不容易導電 平常的說法叫做純水不導電 那這個解離程度是跟溫度有關 溫度如果越高解離程度就會越大 溫度越高解離程度會越大 然後就請你記 第一件事情 這個 在25度C的解離程度是氫離子的墨爾濃度 我講過的這個中關號代表的是墨爾濃度 氫離子的墨爾濃度等於氫氧根氫氧根氫氧 等於10-7四方大M 這是第一個你需要背下來的數字 25度C水的解離程度是 氫離子的墨爾濃度等於氫氧根氫氧根氫氧 等於10-7四方大M -7四方大M OK 好這就是 然後這個解離程度是跟溫度有關 溫度如果越高解離程度就會越大 這是一個重點 就是水裡面的氫離子會清氧跟會保持一個平衡狀態 就是未來我們要交到的化學平衡的平衡狀態 但是我們國中並沒有明示 我們知道你說它會平衡 它的平衡是什麼平衡 就是相乘等於定值 好你就出現了第二個要背 就這個 氫離子濃度乘以氫氧跟氫氧濃度等於10的不十字之方大M平方 任何水溶液在25度C的時候 不管你是酸性中性還是碱性 它們兩個相乘都會等於10的不十字之方大M平方 剛才說氫離子跟氫氧跟會保持一個平衡狀態 怎樣的平衡狀態 過濃度成績等於一個定值多少的定值25度C的時候等於10的不十字方大M平方 就是你第二個要背的事情 這個東西未來會用到你要記好相乘等於10的不十字 那這是我們說任何水溶液不管你酸性中性還是碱性都會這樣 那你就可以猜想到一些事情 好 純水是相等嘛 10的不C對不對 10的不C 都是10的不C 25度C 純水是中性的 然後呢 你如果是酸你不是會解釋出氫離子嗎 所以氫離子會怎麼樣 會變多對不對 那氫氧跟就怎樣 就會變少 那如果我是減呢 我減就會解釋出氫氧跟啊 那我的氫氧跟就會變多啊 那氫離子就會怎樣 變少啊 所以你就可以猜想得出來 這裡的氫離子有多少 或者是氫氧跟有多少 可以當做一個指標來告訴我 它到底是酸的還是中性的還是碱性的 碱性的 所以因為我正常的水是等於10的負7 我又知道我們相乘一定10的負10次 那我知道酸會解釋出氫離子 氣質會變多 那氣質多氧氧跟就會少 解釋出氫氧跟多氧氧氧就會少 所以我就可以曉得 原來我的氫氧氧濃度 或氫氧氧濃度 可以當做一個指標來指示我 它是酸性、中性還是碱性 所以我的水流率中 如果氫離子比的10的負7大 我就怎麼性 酸性 我就酸性 OK 我就多解釋出氫離子 所以我就酸性 那我如果等於7負7呢 我什麼性 中性 就是純水嘛 中性 中性 那洛比斯的負7小呢 我是什麼性 就是碱性 因為表示我氫氧氧跟多了 氫氧氧氧就少 就有碱性 所以我就知道 原來我的氫離子濃度 可以當做一個指標來指示我 我是酸性、中性還是碱性 當然 你不見得要用氫氧來做 你能用誰來做 氫氧氧來做嘛 反正兩個是皮膚嘛 一個多一個就少 結果相反而已嘛 所以 我就曉得 我可以拿氫離子的濃度 來當做一個指標 來告訴我 這玩意兒是 酸性、中性還是碱性 那麼接下來就是要講這個PH值 就要講這件事情 它來代表酸性、中性還是碱性 OK OK